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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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今天要來帶大家逛美術館 我是從我家裡直接走路來的 我家住那邊 哈哈哈哈 沒有啊 開玩笑的 你知道這個美術館門票要880嗎 到底什麼美術館要那麼貴 要冷靜一點是不是 好啦 那我們等一下去逛一逛 跟我走吧 好 富邦美術館是五月剛開幕的新景點 擁有全台灣最大的開放式無良柱結構空間 可以很自在的欣賞藝術品 除了特展之外 也會常態展出富邦的收藏給大眾欣賞 這次是有羅丹的展 然後還有莫內雷諾瓦 雷...我覺得我最近好像... 台灣國語越來越重 雷諾瓦 鬥家跟賽上 所以... 880真的是還好耶 看... 這電梯很漂亮耶 可是... 有四王的光線 可是... 雷諾大眾的附近 我來學習 黑閃 也沒辦法錄影 所以就沒有錄 但是它裡面空間非常的大 羅丹展 我們可以看到羅丹用銅雕 呈現不全然的寫實 而是充滿感情靈動的作品 在當時是非常前衛的 逛完了 它三樓的地方我覺得很漂亮 但是它上面不能拍照 錄影所以什麼都沒有畫面 但裡面的空間感非常的好 就真的有一種在很大的美術館裡面 可以坐著欣賞它 而且它有很多很舒服的椅子 你可以坐在那邊 然後用一個很全 全隻嗎 還是什麼 全觀的角度去看這些藝術品 我覺得很漂亮 然後那個羅丹展 它還有就是語音 所以你就可以邊看邊聽 然後覺得自己好像學到很多東西一樣 裡面的空氣都非常的涼 然後我覺得很適合就是 如果沒事的話可以來走走逛逛喔 剛剛他們外面不是還有寫說還有其他的藝術家嗎 然後我們畫了一圈出來之後 我想說沒有啊 這些畫在哪裡都沒看到 然後我還跑去問櫃台說 這三個是之後才會展出的嗎 他說沒有喔 在展城裡面 他說就是你一進去後面那個地方就有了 然後我想說真的喔 我好傻喔 然後我們又跑進去就看了一次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喔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那我要回家囉 再見 很開心在信義區有一個這麼漂亮又令人放鬆的空間 如果你週末在附近逛街看電影的話 推薦你順道來走走喔